为了要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儿童节礼物 乾华国小前往山区的出黄口农场 进行食农教育的查阳课程 不过当天天宫不作美 下着雨是冷的天气 学生们依旧赤脚弯腰插种下洋苗 儿童节即将到来 乾华国小要给孩子们不一样的礼物 今天带着学生到山区的出黄口农场 进行食农教育查阳课程 不过天宫不作美 隐隐的天气还下着雨 学生们都换上雨衣 不畏风雨湿冷 依旧赤脚展现要夏天的决心 而第一次体验查阳的学生 直说这么冷的天气 农夫还要夏天工作 真的是好辛苦 还不错 还蛮好玩的 为什么你可以哪里最好 查阳 查阳就好 那你刚刚你有帮助同学是什么 应该是 踩在离火感觉怎么样 很火啊 很冷吗 还好 很棒啊 为什么很棒 因为第一次才好 很有趣啊 很有趣 那会不会觉得很冷 会 因为直接下雨 对对 那会不会觉得路不很辛苦 脚很痛 沿着天梗慢慢走下水田中 第一次吃脚踏水田 孩子们都有些声色害怕 随后慢慢习惯田土的温度 开始拿着羊片 分着羊苗弯腰种田 从脚边开始插秧 而老师们也一同体验 跟着孩子们不畏施冷天气 坚持完成插秧 学习到农人最艰苦的耿作精神 我们学校呢 就是安排了 就是一个食农的体验活动 然后到陈国志老师 这个出航口农场 虽然今天天气非常的不好 可是呢 我们预定的行程 然后要跟小朋友讲说 我们是不畏气候的一个主导 然后呢 大家都初次体验 然后都完成了任务 相信这个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学习上面呢 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也会就是养成这个能够 尽天尊地的 一个尊天尽地的一个精神 也很感谢今天那个 前往国小的林校长 还有师生带领 带领他们的小朋友来 同学来这边做插秧体验 而且真的是他们第一次 从事这个插秧体验动作 然后我们就是农户就是靠天吃饭 然后今天给他们一个震撼教育 天天又寒流 然后又下着雨 让他们了解说农做的一个艰辛 然后其实他们第一次参与 感觉说很满意 就是蛮进入状况的 而且老师啊 还有同学 他们的参与度都很高 还有低年级 也一起夏天去 去做插秧的这个体验 就很难得有在地的一个小学 也愿意这样的一个 从事师农一个教育来付出这样 师农教育要让孩子们体验农作的辛苦 在插秧后 学生们要自己做麻薯 沾着花生粉吃 品尝米食 感受心情耕作后的甜美成果 让孩子们学到下水田 弯阳插秧的辛苦 也在湿湿冷冷的天气里 学到尊天种地的农业精神 借此更加珍惜食物 爱吃米食 记得拉平和吃吃满菜访报道